对对对 当下要求他跟我道歉 父母相处稍微要演一下戏 真的要耶 来厘清一下长辈的想法 来第一个来聊一下就是金钱观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沟通一下 说你出去的旅费到底要怎么样花 就比如说你每一餐的花费 或者是玩乐交通的花费 你一定要跟长辈沟通好说 我们现在去的地方 他的消费水平大概是一个在怎么样的level 有人在网络上分享的就是 他也是好不容易赚钱了 带他爸妈去日本 然后结果他爸妈就是带了 大概21桶的泡面吧 他们去7天好 三餐都要吃泡面 因为他爸妈不知道哪里听来 就是说日本的消费很贵 所以不要在外面吃东西 就会觉得你可能要去抓一下 平常父母一餐到底是 花多少是他觉得OK的range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沟通一下 像我偶然才听到我爸其实一餐 就到现在喔 right now 2024年喔 他还是以一餐吃100以下为荣 日本其实你普通一餐 大概是平均1000日币 就是200多块台币 这个已经算是很普通了 但是如果你吃过想吃好一点的话 对他来说可能就会是 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平常都这样子在过生物 对对 重点就是因为是他们来了 你带了对啊 总得要吃点特色的或好的吧 对然后没想到变成他们眼中 你居然是那么奢侈 豪奢 花钱不知轻重 然后还被骂 就会觉得 自宁 那好不容易 花那么久时间 划google map找的餐厅都白费了 真的 然后又会很问号说 为什么不能吃 他们又不是空间耶 就也没有贵到哪里 真的 就顶多就是一碗意大利面500块台币的那种价格 为什么不能吃 给大家一个小tips就是 一定要在旅程中一日三餐嘛 一定要早几天吃那种特别便宜的料理 或者早几天就是吃便利商店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平衡一下 对平衡一下 就你真的很想吃 但他们觉得太贵的话 你其实不妨也可以说 那这一餐我出 没有错 因为我们很常都是出国的时候在过年 所以就是偶尔想说 就是其实请父母吃饭 其实也没有什么 对对对 就是一个表示这样子 他们那一辈的人 他们不一定要体验 事业上所有好吃的食物 对 但是他们觉得节俭是美的 所以通常我都会找 真的还是比较CP值偏高的东西 而不会是说 欸我们今天要去吃米其林哦 那可能一个人要三四千 那不可能 对 因为他们 他们绝对不会 他们吃不懂 对 但你就找 大家都吃得懂得好吃 然后相对 可能高级一点 对对对 稍微高级一点 可是其实那个价位都还可以接受 我们就直接 就结论就是这样 你要出国的时候 请找CP值高的房 像饭店也是 因为在比如说日本啊 其实好的饭店你也可以贵到不行 真的 也可以便宜到不行 真的 但是呢 你带父母住那种贵到不行的设计饭店 一个晚上 那可能就是 哦还蛮好的啊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去住那种 就是超级划算 然后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温泉 然后泡完之后还可以吃免费的冰棒 那边还有免费的按摩仪可以做 晚上十点还有免费的泡面可以吃 他们会爱到饱 这次去日本前四晚 是住在CP值很高的那种旅店 但我觉得那个床 他们睡得其实没有很舒服 就我爸天天都在跟我抱怨 行程后来转到清醒泽之后 那个房间变得非常大 然后我爸就觉得豁然开朗 哇 这个饭店好啊 我就觉得有时候适时的安排这种反差 也是旅行的醍醐味 就先 先给他饿一点 我觉得住宿真的要就是 慢慢渐入家境会是最好的 因为有减入奢义 有奢入减难 没错 你如果先住了大饭店 然后旅行后天是 不怎么样的饭店的话 那个落差失落感会非常之大 这个小tips提供给他 对就是吃饭要平均那个价钱 对平均那个价钱 然后住宿也是建议从便宜的住到高级的 那吃东西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考虑到他们会不会愿意尝试新的食物 或者是你要跟他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 有一次我们去明古中部 那个高山飞驼 他那边就是那个飞驼牛很有名啊 然后那时候就要吃什么 就那边翻翻翻那个trip advisor 前几名就有一个法国餐厅 他就是用当地很有名的飞驼牛去做一些法国料理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要不然我们去吃这一家好了 然后结果我妈那时候就是带着耳机看剧 然后他一上下文都没听到 然后听到说要吃法国餐厅 然后就说 我们在日本为什么要吃法国料理啊 然后当下就理智断线 然后跟他大吵架 我就觉得他完全无视我的辛苦付出 在那边沿路在那边狂找要吃什么 然后他在那边看韩剧而已 然后就对我的结论就这样一句就推翻掉 我就觉得超气的 然后当下要求他跟我道歉 但我觉得吃饭这部分真的需要好好沟通 因为像这次我去日本 其实我妈是不喜欢吃生鱼片的 我们去竹地市场有安排一餐室去吃寿司 那里面几乎都是生鱼片 他就吃得很不开心 但是我们后来在竹地市场外 就非常尽力的帮他找他想要吃的蒸螃蟹 然后我们就一直看 每家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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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你有那个心表现出来说 虽然我们想吃这个 但你想吃的我们也尽力帮你去找 你有这个稍微演一下这个磕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都还是会买单的 就是要演一下戏 我觉得真的 跟父母相处稍微要演一下戏 真的要欸 现在可以来就是提供我们的心法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跟父母沟通的策略 我觉得我个人还蛮算 个性还蛮随和的 可是有时候出国的时候 就还是会忍不住会爆发 我也是啊 我平常就在 欸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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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看摆臭脸 是这个啊 你好像我妈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一般女生的生气方式 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当婆夫 对啊怎么办 好可怕喔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要先平复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对要避免过激的言论 因为呢你要先想想 你要的是什么 对 你要的是美好的过年六天午夜自由行 还是你只是想要跟你爸妈争个输赢 你这时候就要回归你的初心 到底想获得什么 比如说好真的是像情侣出国一样 你真的火大 你其实可以转头就走了 因为他就是生命中的过客 但你的父母不是 你火大你没办法转身就走 他们人生地不熟 你自己心里也放不下那颗心 所以一开始你 如果在国外吵架 你就先输一半了啦 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役了 不如就 你真的只能去自己消化你自己的心态 讲到这个 有一个很关键的是 如果你是家族旅游的话 如果可以 请订两间房间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你至少晚上的时间你可以冷静下来 你如果想要跟别人抱怨 你又没办法在房间里 你还要去大厅 对 好像错的人是你一样 那就要意识到我们都是大人了 我们不是像小时候一样 就是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对 自己的空间真的很重要 对 像你跟父母的生活作息 一定很不一样 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晚睡 对 因为真的很烦那种 像我爸就会打呼 如果都是一样的声音的话 你可能就当白噪音 然后就可以睡着 但他的打呼声是每五分钟 会换一种 对对对 就没五分钟 那已经是呼吸中止症了吧 对啊 我就很想找他去看病 所以就是请订两间房 我爸受不了购物行程 然后大爆发 那一晚隔天早上 我特地起大早 然后放 Coffee Relaxing Music 然后一起化妆 然后就觉得 哇 这就是我的心里存在了 真的要我自己的me time 所以就是要先平复一下 你自己的情绪 然后想着你要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的是美好的女神 而不是跟你的父母争个输赢 没错 好 那我们第二点就是 好啊 当父母情绪起来的话 怎么办 因为总是会这样吗 就是讲到叫自己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